光影二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婚姻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有人坚持到终点,有人会中途开个小叉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 或许我愿意 2023年,美国纽约 荧幕上白头偕老的爱情 令山姆在电影院里气负上升 因为这是她一直渴求,却无法拥有的东西 山姆的唾气招来周围观众不满 却也引起格雷斯的注意 她没想到,能有人和自己一样 看到这部电影会勾起心底感伤 格雷斯突然想认识这个人 便坐到山姆身边 在黑暗的影厅里,与她相识一笑 与此同时,莫妮卡正与霍华德在酒店里追求自己 她早就厌倦了与家中另一半 一成不变的夫妻生活 莫妮卡更享受现在隐秘的禁忌快感 只是今天的霍华德有些心不在焉 一再回避她的亲密举动 如今偷情的新鲜感逐渐淡取 她的思绪飘向家中妻子 想起过去几十年的和谐婚姻 再看看现在,霍华德一时有些迷茫 自己怎么会将计划中的短暂关系 发展为持续了四个月之久的罪恶 她觉得是时候结束这段错误关系了 便不顾莫妮卡挽留 穿好大衣,决绝离开 另一边,艾伦正在参加好友婚礼 女友米歇尔是伴娘之一 关于接下来的抛手捧花环节 伴娘团其他人都不想要这束花 只有米歇尔,月月于世 她满心期待能与艾伦步入婚姻殿堂 有了手捧花的祝福 他们肯定会更幸福 然而艾伦一听好友嘴里的结婚啊 生子啊 压抑许久的恐慌突然存上心头 在新娘扔出花束的刹那 她再也顾不得许多 随不上前,夺过手捧花 米歇尔不理解男友这出事要闹哪样 难道她不想和自己结婚吗 艾伦随后找她,祈求原谅 可在米歇尔原定的计划里 当她接过手捧花 会与男友在一众羡慕的眼神中 久久拥吻 向所有人宣告他们牢不可破的感情 可这一切都随着艾伦的贸然出手 化作泡影 她不理解艾伦对婚姻的恐惧从何而来 那明明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更让米歇尔愤怒的是 艾伦甚至都没将那捧花带回公寓 回家后,她越想越气 爱情的结局就是结婚 男友居然会抗拒这件事 她有必要重新审视 两人的关系 艾伦同样不理解米歇尔的愤怒 眼下两个人在一起 很开心、很恩爱 这就足够了 何必要去做多此一举的改变 去为未来上一个枷锁 真心瞬息万变 难道米歇尔就敢肯定 以后不会遇见比自己更好的人吗 见自己的爱意被质疑 米歇尔当即紧紧抓住男友的手 告诉他自己会回父母家 未来24小时内 如果艾伦还愿意继续这段感情 就主动打给自己 电影三场后 或许是夜晚的气氛太暧昧 格雷斯一时头脑发热 答应山姆去汽车旅馆休息 回房间前 两人特意躲进一家不会撞见熟人的炸鸡店 简要聊聊各自情况 格雷斯发现自己与山姆是如此相似 他们都已年过六十 可斑白的鬓角 除了见证岁月流逝 与另一半的婚姻生活都不算美好 山姆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婚姻中受尽冷漠 为什么不今晚放肆一把 寻求一点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而格雷斯一直在出轨与手针中摇摆 见状也不再犹豫 抱着炸鸡啤酒和他回到小旅馆 可一踏进房间 手上的婚戒还是让他坐立难安 一向坚守的道德 令格雷斯难以坦然接受 与一个刚认识的男子 开展一段露水情缘 为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他又是摘掉婚戒 又是送走抽屉里的圣经 随后才勉强平复心绪 与山姆坐回床上 吃炸鸡看电视 山姆再三劝他放松 毕竟他们对待婚姻 已经认真了几十年 就将偶尔地排遣寂寞 看作是一种奖励 见格雷斯始终放不开 他索性提议一起去外面走走 格雷斯像是被解放般 欣然同意 夜色已深 街角的路灯拉长影子 这座城市已进入休眠 独生两个感情中不得志的人 肩并肩行走在空旷街道上 山姆聊起高中的一段恋爱经历 当时他和一个叫做玛莎的女孩 谈得很好 然而蠢蠢欲动的心 却躁动起来 山姆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可在与另一个女孩相处时 脑海里却一直都是玛莎 她认为新鲜感与愧疚感 也许是一段感情的防腐计 而两人分手后 玛莎有天也传来简讯 称每每看见自己丈夫时 总情不自禁会想起山姆 正是这短短一句话 支撑山姆忍耐家中不断挑刺的妻子 原来在这个世上 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自己也值得被挂念 而格雷斯也很感谢这个寂寞夜晚 能有山姆相伴 霍华德告别莫尼卡后 走进餐馆吃饭 隔壁卡座秘里调游的小情侣 看得她目不转睛 多么热烈的一段感情 让霍华德不禁想起 年轻时与妻子的恋爱 那时他们和这对年轻人一样 洋溢青春的活力 彼此眼中只有对方 恨不得天天粘在一起 或许那才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只可惜感情在时间长河中 逐渐磨损 她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光了 过来点赞的服务员 也忍不住出声附和 霍华德洋装无视推开家门 发现妻子格雷斯 正在沙发上等着自己 她的心头突然涌起一股歉意 这些时日光顾与莫妮卡在一起 却冷淡了格雷斯许久 可都这么晚 她仍然在等待 或许这也是婚姻的意义之一 无论你多晚回家 家中永远有盏灯 是为你而留 霍华德满腔感动 决定收心 以后一心一意对待妻子 和这时 玄关处突然传来动静 吓得她以为家中禁贼 便将妻子护在身后 手持棒球棍 小心翼翼接近大门 当门开时 出现的米歇尔 让二人长舒一口气 但格雷斯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女儿不和艾伦 待在他们的小窝 反而大晚上跑回家住 莫非是两人感情出现了问题 果不其然 米歇尔将自己与男友的分歧 一一到来 深有感触的霍华德 立马指出女儿问题 她不能将感情 当作两个对立的选择 要么结婚 要么再也不见 这中间明明还有很多商量余地 可米歇尔此时除了伤心 什么也听不进去 而格雷斯心疼女儿 今晚特意陪她睡觉 就在格雷斯忙于扮演一个好母亲时 另一边的山姆 正坐在沙发上 稀稀品味今晚与她的邂逅 这时大门被推开 猛然出现的声音 打断了她的思绪 更令山姆没想到的 来人竟是儿子艾伦 她不是正与米歇尔同居吗 怎么会在大晚上突然回来 而妻子莫妮卡听闻楼下动静 也终于舍得露面 给儿子一个热情的拥抱 随后她让艾伦别扯些有的没的 反正自己与山姆的感情 只能说得过且过 听她夸一句自己长跑好看 仍旧无法缓和彼此关系 莫妮卡转而问起到底发生了什么 艾伦这才告知详情 她与米歇尔其实生活得很幸福 可她非要逼自己跳下悬崖 跳进婚姻的框架中才更满意 山姆和米歇尔同样是个传统的人 她认为只要彼此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过得开心 结婚应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她能延续幸福 莫妮卡并不赞成这个观点 在与山姆的这些年里 她已经认清婚姻是座坟墓 除了埋葬感情 别无她用 山姆生怕她会带坏孩子 只走莫妮卡去泡咖啡 自己则拉着儿子坐到一旁交流 米歇尔明明深爱艾伦 她绝不该因一时退缩 就放弃一个真心实意爱自己的人 可艾伦不敢决定自己是否真的爱米歇尔 因为一旦结婚这一步踏出 就很难有回头路 山姆劝告儿子 是我们赋予了爱这个词的意义 她应当是我们垂垂老矣 回忆过去时 对过去人生的一个总结 而非是衡量一段感情的准则 爱一个人需要付出一辈子 纠结自己现在是否爱他 其实并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某天从梦中醒来时 看着身边熟睡的那个人 你的心中会涌起满足感 会发现一切都很好 这样就足够了 山姆曾差一点点 就能与心爱的玛莎白头偕老 所以她深知错过的感受 无亲的遗憾横根在心间几十年 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山姆希望儿子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而艾伦想起父母间的不和 忍不住问山姆 假如能重来 她还会和母亲结婚吗 山姆却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气 在得知自己会有这样棒的儿子后 她无法拒绝与莫妮卡在一起 父亲的安慰让艾伦暂时舒展了眉头 这时莫妮卡端茶走来 山姆拾去将空间留给这对母子 刚一落座 莫妮卡便试探提起米歇尔 她想知道儿子的具体感情状况 可艾伦实在有些疲惫 此刻她只想待在父母身边 好好歇一歇 再去考虑与米歇尔的未来 莫妮卡只得作罢 此日清晨 格丽丝照常一边收听节目 一边准备早餐 可屏幕上突然跳出的一个男人 开始讲述其宗最终的色欲 明明昨晚与山姆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接触 可她还是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霍华德本想进厨房帮忙 在听清节目内容后 也忙不迭逃走 格丽丝没注意到丈夫动作 此时她心中满是慌乱 辩解自己无罪 好在米歇尔及时出现 转移走格丽丝的注意力 父母的爱情让米歇尔相信 婚姻是一桩美好的事情 所以她想不明白 艾伦为什么不愿和自己共度余生 放在昨天以前 格丽丝还能附和几句 可现在她却开始迷茫婚姻与爱情 是否是同一种事物 格丽丝一时不知该怎么回话 恰好霍华德出现打圆场 她扬言艾伦要是敢不答应结婚 自己一定让她好看 原本沉重的氛围 因霍华德几句俏皮话 一扫而空 格丽丝突然发现 女儿都要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怎么自己对艾伦父母 还是一无所知的状态 米歇尔想起去他家的经历 向格丽丝保证 艾伦父亲是一个很棒的人 他一定会喜欢上这个人 而格丽丝此时怎么都想不到 女儿的这句保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 竟差点成真 这时霍华德拉住妻子的手 向女儿展示 她一直都很看重 象征承诺与忠诚的婚戒 霍华德希望艾伦也能送出这样的信物 好让他放心把女儿交到手中 霍华德喋喋不休了一阵 突然发现不对劲 怎么妻子的无名指光秃秃 戒指跑到哪里去了 面对霍华德的质问 格丽丝瞬间慌乱起来 他谎称自己是手指变粗 拿去调整戒围 霍华德信以为真 心疼不已 感叹妻子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 在女儿面前上演一出恩爱大戏 米歇尔却敏锐发现 怎么父亲的戒指也不见了踪影 这让霍华德同样陷入了慌乱 他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摘下了戒指 为不引起怀疑 霍华德不得不重新拿出戒指 为了九牛二骨之力 才把戒指重新戴回手上 与此同时 莫妮卡正与儿子继续昨晚的话题 他很惊讶米歇尔居然不会像自己一样 包揽全部加固 莫妮卡可以笃定 儿子总有一天会厌倦这种生活方式 艾伦却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他和米歇尔一起分担家务 这能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母亲一父不看好他们的模样 隐藏在花瓶后的山姆 也忍不住出声 替小年轻说两句 但可笑的是 他明明赞同这样的生活习惯 却还是在餐桌前 等待妻子把饭做好 短倒自己跟前 另一遍 经过一早上的鸡飞狗跳 格雷斯终于将早饭端上餐桌 考虑到女儿与艾伦 都已经谈了这么久恋爱 他和霍华德一致认为 双方父母是时候见个面 好好聊聊两个孩子的事情 格雷斯让女儿打给艾伦 邀请他和他父母 今晚来家里吃饭 米歇尔打通电话后 害怕男友真会舍得 让这段感情就此结束 好在艾伦一听见他的声音 一句我想你便脱口而出 这让他终于放下心 正式提出邀请 而电话那头的莫尼卡 在吩咐儿子将手机静音后 连声拒绝 他其实根本不看好结婚这件事 去女方家里纯粹多此一句 可山姆认为不能辜负这段感情 他一把拿过手机 不顾妻子哀嚎 答应米歇尔今晚七点 他们全家人会准时抵达 很快到了约定的时间 莫尼卡有再多不愿意 一进门也还是选择 换上热情的笑容 与米歇尔热络打招呼 厨房里忙活的格雷斯 听见客厅动静便准备出来迎客 而他的声音落在山姆耳中 不亚于一道惊雷 将他劈得外脚里嫩 山姆怎么都没想到 昨夜陪自己消遣寂寞的女人 竟然是儿子女友的亲妈 他一时也乱了阵脚 不知如何是好 左倾阵大家不注意 火速溜出门 而艾伦很快发现父亲的消失 可刚刚他还在这里啊 艾伦怀衰疑惑 和米歇尔格雷斯 在门外呼唤父亲 此时客厅里只剩下莫尼卡一人 他正认真补着妆 哒哒下楼声 引起莫尼卡注意 他抬头望去 发现来人竟是自己的出轨对象 霍华德 瞬间明白怎么一回事 莫尼卡没想到 世间竟有这样荒谬的角合 忍不住笑出声 与他的放松骨头 霍华德反倒是十分不自然 他以为一切都已结束 怎么命运还留了这么一手 等着自己 但在妻女面前 霍华德只能装作两人刚认识 甘大握住莫尼卡伸出的手 说一声 你好 此刻客厅里 除了艾伦父亲不在场 该来的人都已到期 格雷斯索性不再等待 献上致辞 准备开饭 他相信今晚会是个 值得纪念的夜晚 这时 突然响起的门铃打断 格雷斯发言 他想也没想打开房门 可在看清来人是山姆后 格雷斯大脑轰得一声空白 他心虚关上房门 莫尼卡就觉得有些奇怪 门外明明就是自己丈夫 怎么格雷斯不放她进来呢 被树双饱寒 疑惑的眼神盯着 格雷斯不得已再次打开房门 将山姆迎接来 他尴尬得几乎无地自揉 突然觉得今晚也没什么好几年的 大家各回各家好了 而格雷斯态度的突然转变 被两个孩子误解成是大家还不熟 暗暗决定两家人 以后还是要多多走动 米歇尔还不知道 家中的两对父母 其实各怀心思 他只顾着与艾伦许久未见 想着有许多话要说 便先行上楼 准备好好谈谈 临行前 米歇尔特意嘱咐母亲 带山姆参观一下家里 而霍华德则和莫尼卡 去厨房开酒 见四下无人 两人这才敞开心扉 原来相遇时 他们都欺骗了彼此 莫尼卡谎称自己没有孩子 霍华德谎称 自己儿子才六岁 结果两人全部年过六十 霍华德希望莫尼卡 能就此收手 他看出来 大家只是追求自己 根本没有任何爱可言 而莫尼卡却需要 婚姻之外的感情 来安抚因丈夫受伤的心 他其实爱的是山姆 但两人之间积累太多矛盾 最终只能在一条错误道路 越行越远 就在莫尼卡与霍华德 谈论婚姻时 后院的山姆 也在与格雷斯交流心中想法 格雷斯不可否认 昨晚与山姆的接吼 是一段美妙经历 但那些事情 那些感受 他更希望一起体会的对象 是自己的丈夫 而山姆也绝对不是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憎恨莫尼卡 毕竟他们都已经携手走过这么多年 可山姆无法忘记 昨晚与格雷斯灵魂共振的感动 这才是他一直追寻的伴侣 难道格雷斯真舍得将这段关系 就此斩断吗 与此同时 艾伦也正和米歇尔诉说内心担忧 他害怕结婚以后 激情会褪去 心动会消失 一切会变得索然无味 米歇尔却认为 现在想这些太多鱼 重要的是享受当下 而且他相信爱火 会永远在心中常燃 心脏不会停止跳动 激情也不会就此褪去 米歇尔将艾伦拽上床 依偎在一起 感受彼此心跳 可在艾伦看来 不是人人都像米歇尔那样 有一对恩爱的父母 他已经看够了家中父母的征兆 艾伦无法克服内心深处的恐惧 他害怕自己与心爱的米歇尔 有一天会走到相看两生宴的地步 米歇尔没想到自己说了这么多 男友还是这副论调 他怒气冲冲下楼 却又想为这段关系 做最后一次挽留 人不能用未来不确定的事 来阻碍当下拥有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各自增加 你的女儿不会长得像我 这些年的感情也都变成了泡影 你真舍得就此放弃吗 米歇尔站起身 再度向艾伦发出结婚邀请 希望两人感情能有个结果 可艾伦仍在犹豫不决 他还没做好真正的准备 去迎接于米歇尔的未来 米歇尔健壮悲愤离开 他的爱意溢于言表 一旁的山姆不愿有情人就此分开 连忙起身 催儿子快去追米歇尔 而霍华德却拦住了他 孩子们的事就让孩子们自己处理 他们终究只是这段感情的局外人 无法参与孩子的一生 艾伦若有所思起身 离开客厅 现场只剩下四位父母 莫妮卡不想再聊今晚孩子的事 只想聊聊昨晚 他认为是时候 坦白自己与霍华德之间的事情了 曾经莫妮卡与山姆有过很长一段甜蜜的时光 可是突然有一天 山姆不会再说晚安 两人感情也看似走到尽头 莫妮卡认为他该去别处 寻找情感上的寄托 他不断暗示霍华德 结果莫妮卡的意有所指 让格雷斯误以为他在怀疑自己与山姆 慌里慌张解释昨晚自己只是在家中看电视 妻子的反常勾起霍华德疑心 莫妮卡对此也感到一头雾水 格雷斯一时有些惊讶 难道他们不是在说自己与山姆吗 莫妮卡这次还反应过来 解释她说的是霍华德 丈夫居然早就背着自己出了鬼 格雷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愤怒离开客厅 莫妮卡也随之离开 将烂摊子丢给两个男人 山姆告诉霍华德 自己其实只与格雷斯聊了一个晚上 其他什么也没做 他是个很好的妻子 昨晚过去后 便决定关系点到为止 山姆的坦白让霍华德心中有些难受 他发现格雷斯是真的很爱自己 很爱这个家 他不该因一时的糊涂 欺骗妻子整整四个月 而霍华德在得知他们昨晚相谈甚欢 便答应给山姆三天时间 带妻子一起出去玩玩 这样也算扯平 山姆却摇摇头 格雷斯在后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他只想和霍华德出去玩 他一生都爱着霍华德 昨晚只能算是个美丽的错误 霍华德重新找回了多年前的心动 他找到格雷斯 承诺余生都会站在他身边 而格雷斯还是不能原谅霍华德的所作所为 他曾那么笃定 自己生命中最好的部分 就是与霍华德一起度过 可他们之间的感情出了问题 为什么丈夫第一时间不主动来找自己解决呢 霍华德如今无比后悔当初的冲动 他望着妻子离去的身影 决定重新追回格雷斯的心 后院只剩下山姆与莫妮卡 莫妮卡很好奇 为什么山姆时至今日 既没有责怪自己 也没有愤怒离去 反而心平气和坐在自己身边呢 而山姆则回忆这些年的婚姻生活 他们亲手创造了一个家 亲手将孩子培育长大 这其中有太多无法割舍的感情 让他不忍就这样离开莫妮卡 最终米歇尔还是与埃伦踏入婚姻殿堂 他们在所有人的祝福中紧紧相忧 在牧师面前宣誓 共同跳下那节象征勇气与决心的悬崖 正是结为夫妻 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 此刻他们眼中只有彼此 这就足够了 而格雷斯也原谅了丈夫当初的错误 毕竟风雨同舟数十载 兜兜转转发现枕边人 依旧是最坚定的那个选择 两人被现场氛围感染 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 自己的结婚现场 沉寂多年的爱火 在心中熊熊燃烧 他们一刻也不愿分离 至于山姆和他的妻子 在看完婚礼仪式结束后 莫妮卡留下一个吻 便离开了现场 山姆不知道这意味什么 婚礼结束后 或许莫妮卡会在家中等着自己 或许她还是选择离开 但自己会永远铭记 与莫妮卡相处的点点滴滴 本片完 或许我愿意 是2023年美国剧情片 主要讲述艾伦因恐惧婚姻 迟迟不愿与女友结婚 结果双方父母 在阴差阳坐下 也发展出一段不该有的感情 但好在他们都看清了自己的心 重新回到真正爱的人身边 四个中年人 四对组合 两种婚姻形态 四种情感交织 编织出一则既特别 又引人入胜的故事 一边是你追我赶的年轻组合 一边是婚姻走向平淡 甚至开始乏味的中年组合 米歇尔的发文意味深刻 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未来是什么 即便明知可能遭遇挫折 而你是否有勇气与我携手 共赴一场未知的冒险 艾伦最后走出恐惧 勇敢迈出的那一步 令人心潮澎湃 而父辈们的爱情 更多的是时间的沉淀 琐碎日常与经久摩擦 会损害感情的持久 可最终又发现 爱能超越一切 超越生活中的那些争执 超越逐渐趋于平淡的相处 永恒存在于心 关键在于 你能否坚定共度一生的想法 能否愿意倾听另一半的心声 导演与编剧 用大量对话推进整部电影 使之成为一部不折不扣的画牢电影 一提及画牢电影 不得不提到著名的 《爱在黎明破晓前三部剧》 里面金句频出 对人生与爱情的探讨深刻而独到 不知大家还看过其他印象深刻的 此类型电影吗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见